啊? 經營權 經營權之外 好 你的EPS會降低 因為你的股數越來越多 目前不講說你的經營權會有什麼影響 可是你的股數就會增加了之後 你的EPS就會減少 那EPS減少的話 對於投資人來講 或者是對於股價來講就會不好 這是一個 那另外呢 如果我不發行普通股 我不管是發行特別股也好 或舉債也好 都會造成我有一些資金的壓力 因為特別股要分配股幣啊 好 那當然你如果舉債 那就要付利息了 所以對於這樣的來源 外來的資金的話 對公司的經營都會有比較多的挑戰 所以最好是公司自己有錢 我口袋裡頭挑出來 好 所以一樣 因為董事會已經預期 我未來要在南科做很多的廠房的擴建 但需要很多錢 所以我每一年 可能他可能沒有辦法 都自己這個完全都是自己 就不分配股給股東嘛 所以他一定會保留一部分其他也是要分配 因為他還是有股幣政策 所以他有一個擴廠準備 好 等等的 或者是我們會來 因為我的公司 最近不是私校退廠機制嗎? 不是小別長的很多嗎? 私立學校都會到學生 我會到那天看新的 私立學校就剩下兩個人 就是不官 沒有學生 兩個人 一個教務長吧 學生的教務長 他一個話是什麼? 就兩個人 他就是不官 那當然這原因很多 就不管 姑且不管 所以他當中 剛剛的時候就講說 他的退廠機是一個其中 其中一個就是要讓私立學校的土地可以賣掉 他賣掉以後呢 他其中有持的 除了董事 董事就是私下的董事 可以拿回他原來的投資的金額 捐贈出來的金額之外 那其實其他很大一個 我看到很多很大的一點就是什麼? 他就是發放私立學校老區的退休金 所以退休金準備也是可以的 那是董事會決定出的 好 那按我這個 剛才私立學校的問題 好 所以說這個都是董事會 可以根據公司未來經營的需求 然後你去做成決議 然後從他的盈語裡頭提播出來 那我們這個都叫做已分配 好 那已分配剩下來的就是未分配啦 那未分配就可以拿來分配給股東 好 所以分配股東的鼓勵是看哪裡? 看你的未分配 好 看你的未分配 所以你的未分配金額多 你可能可以發放的鼓勵就會比較多 好 那就我們要回過頭來談一下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到這裡沒有問題好了 就是你一般來講公司要分配鼓勵的時候 看你的未分配保留意義 好 那你已分配的部分 4月 記得我們說擴廠準備 或者是廠債準備 它不是真的有一筆錢拿來擴廠用的 好 這裡你一定要往下去 為什麼是這樣子說 好 因為你要想說我們公司 我說損益的結果找到廣益的意義 請問一下公司損益的結果 假設賺了一百萬一千萬 好現在一百萬一千萬都很好 賺了十億 請問一下 它是現金增加了十億嗎? 不代表這個嗎? 損益表 因為它是站在印記基礎之下去編的 所以它損益表的結果 不管你是賺也好、賠也好 都不代表公司的現金增加 那麼多或減少那麼多 所以因為損益表是印記基礎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現金流量表 才有益表的需要 因為現金流量表 主要就是要去交代這家公司的現金 起初跟起末變動的原因 所以損益表不代表現金增減的 是現金流量表 才是去分析現金增減的原因 好 所以呢 損益表的結果轉到保留盈率 也不代表公司現金增加或減少多少 因此轉到保留盈率 也不代表現金的多貨 就是增加或減少 然後呢 因此你做的分配 這個都不是代表現金有提過那麼多錢 幫助場債準備 或是擴廠準備 不是喔 好 因此當我擴了場或做了場債 債都償還完了 那這些準備就是什麼 就解凍了 這個已分配 尤其是自願 都是暫時凍結住淫餘的分配 它只是暫時凍結住淫餘的分配 好 所以當你的原因達成或解除的時候 我擴廠完了 我擴廠完了 我的場債完完了 所以我的限制的原因不在了 我就解凍了 解凍以後呢 它就又回到未分配保留盈率 所以呢 當它講說廠債準備擴廠準備 它可不可以拿來分配鼓勵? 可以 只是必須它解凍之後 不能在它做已分配的時候 拿來分配鼓勵 是當它的條件達成 或者是限制的原因消除了之後 它才解凍為未分配保留盈率 它再來分配給主動 所以這種自願性的叫做 暫時凍結住淫餘的分配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搞清楚 然後呢 法律的部分呢 就是法定益率攻擊呢 它也某個情形之上可以分配 我們都不講了 只是原則上公司法去做這樣的一個規範的時候 它的目的是要民主推遲用的 好 那有些但書 某些這個比較特… 某些情況下 法定益率公司是可以分配鼓勵 但是是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就不講 所以暫時讓你知道 這個自願性的只是暫時凍結住淫餘的分配 好 總有一天當你條件達成 或者是原因解除的時候 它就轉為未分配 那轉為未分配就可以拿來分配鼓勵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就權益的部分呢 跟大家做了一些說明 好 所以這個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前面105片 投入資本 好 講了 然後再來呢 保留盈餘 好 再來是那個其他權益 那其他權益呢 我們基本上 庫廠股都把它列在其他權益項目的項 好 所以這個是前面跟大家講一下 那庫廠股我們現在先不講 好 因為小朋友太多了 好 那這是資產負債表裡面 但上個禮拜講 那因為時間沒有那麼長 對我這個部分沒有多做解釋 所以我現在把它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解釋一下 然後呢 它的報告方式 什麼照顧室 或者是報告室 看一下 說好的 那再來 財務報表 我們說了財務報表不是 什麼東西都寫在上面 好 那這樣都寫得太長了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財務報表會 有一些呢 就是有些數字 譬如說 我不動產產房級設備 我做一個項目 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含在裡面 但是我要知道它的 不動產產房級設備 包含哪些東西 就用付付的方式 所以財務報表裡面 它一定有一些什麼 附助說明 那這附助說明呢 當你在看報表裡面 那附助說明就非常重要 因為你看到這個數字 它到底這樣子是代表什麼 你可能要看它的附助說明呢 它才能夠知道說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然後這個 譬如說資產 這個資產是不是夠穩定等等的 所以這個是附助一定要去注意到的 那有這樣的附助就是什麼 這樣在充分揭露的潛意之下去做的 那附助有哪些的內容呢 你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最後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點實誠性的問題 實誠 實誠的問題 有所謂的期後事項 好 期後事項呢 就是說基本上呢 我們報導期間結束 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現在有提過 大家出派的時候有講過 一個公司的會計期期 不一定1月1號到12月31號 你可以3月1號到隔年的2月31號 你的期期可以根據公司的特性 經理的特性去設計你的 去規定去訂定你的會計年度 同時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所以不一定是1月1號 不一定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你可以3月1號到12年 冬月28號 你可以7月1號到2年的6月30號 都可以 只要你這個 根據你公司上面的需求 去做了這樣的一個訂定就可以了 好 那大概我回來看一下 那我怎麼決定我的會計年度17日 我要訂2月1號到隔年的1月31號 還是我要訂7月1號到隔年的6月30號 還是我要訂1月1號到12月31號 我們怎麼去決定我的會計年度 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 怎麼去決定 確定了 好 這個我們來選擇 好 這就是 變成的顏色 你選擇 應該滿管用的 好 沒關係 怎麼去決定你的會計年度的喜氣日 可能上面不會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 比较方便 方便是什么 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不知道怎么说 我后面听到这样子 好 因为会计年度结束的时候 会计要忙 忙什么 忙着存货盘底 好 因为公司要知道 他确定他的审议结果 第一个要知道他的消货成本 虽然你是定那个永续盘存置 我随时可以知道我的消货成本 但是我们是要知道 我期末存货到底有多少 好 再盘点就像这样 已经期末存货 虽然我是采取是永续盘存置 随时可以知道我的消货成本 但是如果我期末存货 帐上跟实际不一样的 我还是要把帐上调整为实际的 所以我会有盘盈盘亏 那盘盈盘亏都是调整你的消货成本 所以你要确定你的消货成本 才能够知道或确定你的损益结果 那你才能够什么 来 你的损益 你的资产就在两个消货是正确的 所以当你年度结束的时候是比较淡季 淡季的话有会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既然淡季你的存货就会少 对不对 我不用备很多货啊 好 那第二个 在淡季的时候人员比较舒服 因为大家都闲得没事 好 所以你就可以什么 可以帮忙做盘点这件事情 盘点是一件非常 应该说非常重大 也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一定不是会计自己去盘点 他盘点的部分 盘点的半年吧 所以他一定要动用现场的人 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人员 所以他在做 他要先做盘点的规划 然后在开始盘点之前 要先把参与盘点的人 先来做一个教育训练一下 告诉他怎么盘点 怎么去做做记等等的 好 所以这个年度结束的时候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可以再重货 是非常之后 第二个就是你人员 比较充分的 充足的时候 可以去帮忙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选择年度 这个年度结束 要选择的是淡季人员 好 这是调大比较最了解 好 那我们刚刚 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要讲旗后事项 好 这个是挑过来的 好 我们说在我们的110号页 好 其后 报导其天 事后的接入 好 其后 因为就我们台湾来讲呢 我们的年 假设了 我的年度结束率是12月31号 好 那我的报表什么时候出来? 你看 上市上队4月30号 如果你是非上市上队了 如果你是非上市上队的公司 你什么算得报表出来? 最迟 那你都没有关心一下 这篇经文被讲说 这个富人年会发减税 好 为什么减税? 我刚刚看到说我想说 富人 不是财政困难了吗? 富人很有钱 为什么要不要减税呢? 其实呢 这个是标题手动 好 我觉得是 高楼下的不太好 因为我觉得会挑起所谓的那种 贫富的那种所谓和臭食 好 因为基本上它是全面的 只是富人因为它税 使用的税率比较高 所以它的减税的幅度会比较大而已 它就比如说因为有物价上涨啊 所以每个人的免税额 因为免税额每个人是什么? 七万八嘛 然后有什么薪资 特别扣除额 那如果这个移产税的话呢 它应该是什么? 最低税负的话六百万以上 你的所得如果超过六百万以上 就是用最低税负去 就要去计算你的所得税 那像调整了六百七 所以你所得如果超过六百七以上 就会有这个课税 这个是用最低税负值的幅度 这个是昨天的新闻出来才能够明明 因为正报所得税收 因为物价上涨 所以一些免税额来最低扣除了 都会按照物价底去提高去调整 好 所以我们要谈的是 想到这里为什么想到这里呢? 是要告诉你说 就我们现在规定 年度结束的是十二月三十一号 公开发行或者是上市上卫的公司 它呢 报表最迟要什么时候出来? 四月三十号 那我现在要问你一个 那非上市上卫公司呢? 一般公司呢? 一则? 一般公司呢? 没答案 你再问一次 seat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可以告訴我? 书半件什么人应该知道吧? 有 are you sure 甚麽时间。 什麼時間?什麼時候要那個報表一定要出來? 都可以先講,都可以? 當然不可以啊!我說一定要,就表示說 非出來不可啊! 我說年度結束? 一定要出來,報表一定要出來 什麼時間?講了你們就知道了 你們一定知道的,只是 只是你可能沒有把它聯想起來而已 報稅時間啊! 對不對?你報稅的時候 你公司還好報稅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報表出來啊! 國序局才知道你賺多少啊! 要課你多好稅啊! 所以呢,最遲就 現在來講就是五月底啦! 所得稅申報期間的截止日就是五月三十一號 所以這一天 是所有公司都必須申報完成 所以當然,如果你是上市歸公司 四月三十一號就報表出來了 所以你五月申報有什麼問題 因為申報這個 是上個年度的 1月1號到12月31號的 那如果我不是公開發行公司 因為四月三十一號是正 基管會規定的 那如果我不是上市上歸公司的話 基管會管不到我啊! 可是我不屬於他管轄的範圍 但是我要什麼? 我是國序局管轄的範圍 因為我是營利事業 好!其實五月三十一號 不管是營利事業還是非營利事業 或者是個人 通通在那一天之前要申報你的所得 所以五月三十一號是所有的公司報了 全部都要出來了! 那一天! 好! 那我要談的是說 我的年度報道期間結束日是12月31號 那什麼叫期後事項? 12月31號之後才發生或出現的 或者是才知道的事項叫做期後事項 因為報道期間結束後才出現的 叫做期後事項 那報道期間結束後的期後事項 那有些你要揭露 有些你不用揭露 而要去做報道期間那一天 結束日那一天的調整 要怎麼去判斷哪些事件的發生 所以只要是四月 就我現在講上市上會公司 四月三十號之前發現的 有這些事項發生 期後事項發生 在我海面對外公布財務報表之前 發現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的報表要怎麼去做 或者是調整我的報表本身 或者是在我的付出上去揭露 或者是… 什麼事也不能做 好! 所以我們要去解釋一下 什麼事件發生 你要在期後事項 就是你公布你的財務報表之前 發現的這些事情 什麼情況之下要揭露 什麼情況之下要去調整 年度結束 報導前結束你的報表 你說報表本身要去做調整 第三個是 當作什麼事也能發生 這三種情形 好! 那最常看到的一個解釋 比如說好了 公司呢 在12月31號 我要針對我的應收帳款 去提列被頂壞帳 好! 那你提列的方式 不管你是什麼 銷貨百分比法 或者是應收帳款預言法 或帳明信機法 都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提列了 你的應收帳款的被頂壞帳 然後呢 結果我在3月1號的時候發現 我在12月底欠我錢的 就是我的債務人呢 有一個人呢 他倒閉 好! 而且是惡性倒閉 好! 就是說呢 他就突然間 超不好的 就不欠了 好! 那像這種情況之下 一發生帳款 收不壞的金額 是大於你所提列的被頂壞帳 那該怎麼辦? 那或者是 我生遺憶號的時候呢 你欠我錢的那個某個廠商 我的客戶 就是我賣東西給他的 應收帳款沒有收到 可是呢 那3月1號 因為發生了一場大火 把他的公司整個燒了 包括廠房燒的金光 所以他根本就是什麼 無力廠款 他像這種情況的時候 又該怎麼辦? 好! 所以呢 像這兩個一樣是 應收帳款收不回來 你的被頂壞帳的金額 你壞帳收 然後壞帳的金額大於你 原來年度結束日 所提列的被頂壞帳 那該怎麼辦? 這兩種情形 他會計處理都不一樣喔 第一種情形 因為你是惡意保障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在12月31號之前 你有審慎的去對你的債務人 做很近這個 有去做仔細的調查 你其實是可以發現 有這些徵兆發生的 也就是說他倒閉呢 他惡意呢 通常是不會3月1號 就2月28號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臨時決定的 他前面既然他叫惡意 他已經前面做了很多的 我這樣倒 倒人家一百萬也是倒 倒人家一億也是倒 我就倒多一點嘛 所以基本上會有惡意倒閉的那種人呢 通常他的都會有整理的規劃 所以 但是你可以發現他有一些異常 12月31號 你可以發現他有一些異常的 交密的情形發生 你突然間 平常他對外的欠贊的金額 不會那麼多 那怎麼12月31號那天 你發現欠的人很多 錢也欠了很多 那如果你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你可能就會發現 他有一些異常的情形發生 所以像這種情形 你應該去調整 12月31號的外賬費用 這樣聽懂嗎 好 就說其後 3月1號才出現 才知道這麼一件事情 可是他是惡意倒閉 導致你的債權收不回來 好 那這種 因為12月31號之前 你應該可以什麼 仔細的觀察吧 好 所以他就認為這種 這種情形 不是12月31號才發生的 所以你在12月31號之前 就應該可以有知道 這麼一個情形發生 所以12月31號的壞帳 你就要把體列出來了 所以你就要去調整 12月31號你所體列的壞帳費用 好 就是當你是惡意倒閉 如果是3月1號發生大火 這個大火發生的時候 12月31號你會知道嗎? 如果你會知道你趕快叫他去投保 好 好 保險公司就要理賠 是不是 所以不可能 今天還聽到一個新聞 但不是跟我們客人有點什麼關係 好 那跟保險有點關係 好 那不是葉老師 教大也清大也學生 好 不是中泰的學生就好 好 所以呢 12月31號發生大火 我12月31號怎麼知道呢? 好 所以呢 這個事件或這種現象我在12月31號之前 是沒有辦法去察覺得到的 好 有人在提情況下 我再跟你講完就好 好 所以像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 我12月31號不用做任何調整 但是我在這個報表上面要去揭露這麼一件事情 那發生壞障或發生呆障要算在什麼? 今年度 假設我在講上個年度101年度的話 這樣聽懂嗎? 所以其後事項有些是要揭露 有些是要調整 如果事實存在12月31號之前 報道期間結束日之前就已經存在 你就要再調整 那如果無序也就是在你的報表去揭露就可以了 那發生的事實 帳目處理就處理在當年度就可以了 那什麼事情你都不用去做什麼事 就是說譬如說像換CEO這種 像那個前幾年 不是同期把他的那個蘭琪總經理換掉 若是在年度報道期間 這個報…之前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就要在他的報表上面揭露這個事情 因為如果蘭琪跟他太太離婚他 太太要求他很高一個 善養給他跟他跟共識沒關係 你是不用做任何事物的 所以某些事情發生你要做 某些事情發生你不要做 那這個就是期後事項 好啦 那我們就先 這一張我就算交代完了 好 剩下來的 所以第三張我就講完了 好 講什麼 謝謝 謝謝 謝謝